各位小财神,今天过的都还好吗? 我们这个问候雨好久不见了,就是又再出来跟大家聊 那今天的主题,你们看刚刚的画面就知道 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2020年的最后一档 这个大户的MGM活动 那之前也有在做影片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们这次要送的是我们的这个香氛组 这应该是那个宝格力的香水啦 那我这个放在公司我没带回来 不过呢,我们来看图片一样是可以知道的 那今天稍早有公布这个我的整个活动的方式啦 那我怕就是我们这个YouTube这边的粉丝朋友 比较不喜欢看文字的 没关系,我用这个影片简单跟你介绍一下 这个整个活动的规则跟玩法 所以呢,就一起来看看 那这个,你如果上我的部落格 宝可梦的理财记事本 那这个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最新的这篇文章 那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在部落格上面有一个这个 搜寻功能,然后你打上大户数位账户 一样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对,所以如果后来的文章被洗掉 你还是可以这样去找到相关的资讯 好,提供大家参考 那这一次要送的呢,是这个宝格力的香水组合 之前一直都有就是在网路上跟大家分享图片啊 然后影片开箱之类的 现在终于正式要展开了 那这次的活动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要官方要特别允许 才会有这个所谓的量的部分 所以呢,之前尽管知道说我们要送这个圣品 但是真正的数量是不得而知的 好,所以这个一样也都是 呃,所有的官方都会去考量说 呃,本团的成效如何 那这一次要提拨多少预算下去做这个活动之类的 好,所以这部分其实也都是呃,未定之田 毕竟就是本团成效如果不好 其实银行也不会就是在撒资源在我们身上 所以这个是大家互相体谅 哦,不要觉得说我们的数量太少了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也不是就是 呃,最最最最最厉害的一群之类 因为大家还是比较分散哦 所以这没办法 当然我是希望说我们这样慢慢做慢慢做 也许越来越多人跟团 越来越多人知道本团 那就会一起来这样子 好,那到底谁适合使用大户的产品呢 我有列出三个 呃,我认为可能的方向 那你们其实只要觉得这个产品好 你们就可以办了 就这么简单 你想要单纯存钱简单消费 然后一张卡就好的 其实我觉得永通大户是很适合无脑 就是使用这样子 不是说你没有脑 然后才来使用这个产品 而是说你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来使用金融产品 然后你不会觉得很有负担 或者是都要一直去计算哦 所以这是我也很积赏 我觉得很适合一般社会大众的产品 不论是我在节目上啊 或者是新闻媒体上面 我都是很直觉的推广这个产品 因为它就是简单大方 然后就是存钱也好 这个消费也好 投资也好 其实回馈率都不差 所以这部分大家就是可以去研究一下理解一下 那第二个可能的受众就是喜欢宝格力香水 这种精品组的 那也会发现哦 就是大户其实开始真的已经走出了一些跟其他的数位账户不一样的路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肯砸钱 可能这一档的这个所谓的赠品的部分 大概就是花了上百万在做校兑跟生产 或者是签合约之类的 他每一次都会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也觉得说很替他们感到感到开心啊 因为他们已经就是走出了处于自己的一条路 不管是不是有没有要跟我们合作 或者是他们自己官方的活动 其实都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那我相信啦就是你们就算不跟团 你们自己看到官方活动 你们也会想要就是上车 那就是代表他们的行销已经成功了 对好 那我这边能做的就是帮大家再多要一点分数 然后就是送给大家啦 好那这次他的活动是摘星之旅 好就是说他们有特别的规划一档活动 那我们的开户活动是可以叠加上去的 那这边有讲到说这个大户七部曲 好所以 你们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看下来 就会跟着宝可梦的角度 慢慢的去解锁 或者是去理解这个产品 一开始我也是先介绍大户数位奖务 然后后来 我要去做账户全线提升 好所以 这边我也写了一篇文章介绍 然后再来就是我卡片 好信用卡收到了 我也做了开箱文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第三部曲 第四部曲的话就是 开始往投资的方向迈进 好有讲到大户头 然后再来第五部曲就是 有教你就是 这个分表币则是一个外币换汇的活动 那再来还有智能理财 iBrand的介绍 这个也是ETF的部分 好 那第六部曲跟第七部曲就是 这个所谓的风存股 台股跟美股的部分 好 那这也都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写的文章 尤其是投资类文章我每次写都是六七千字 那个大家看到后来可能都会觉得说 我想要离开了 受不了了 但是呢 其实如果你真的耐着下心子 耐着下心子 然后把这个文章从头到尾看一遍 我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往下 就是大户的好是好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他有专属自己的精美的APP 好 那在今年三月终于推出了 你有兴趣你可以下载来使用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漂亮 我也非常的喜欢 好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高利活除 好 50万以内1.1% 这是对于很多小资组来讲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存钱的一个途径跟管道 也邀请大家就是尽量有钱就独存在这边 你钱放越多 好 来参加我的抽奖活动 你就是有越高的中奖几率 好 那再来的话呢 第三个亮点就是刷卡有高回馈 好 那我之前也写过文章介绍就是说 或者是发过影片介绍 如果你把它搭配必备卡 然后拿来做这个所谓的线上外汇交易 那个什么 保证金交易就是那个 那个像eToro之类的 那你有可能可以赚到一些额外的回馈 好 但是因为这个台湾不允许 所以你自己可能就还要再想办法去靠着刷卡 去做其他的一些进阶的运用之类的 好 但是基本而言的话 你其实拿来就是刷卡做外币消费 好 就是像币贝卡的话 就是刷美金 就是扣美金账户的钱 其实都很方便 好 那再来的话呢 现在就是要介绍这个官方的摘星之旅 那你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点一下我这个连结 你就会看到官网的活动 那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这一次开户就直接送你50元 那你如果是写上官方的推荐代码 那你就可以抽 官股新野的25000元的这个折价券 那 很不错 但是只有一名 就很少 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省什么 因为这样子 total起来在15万加2万5 就17万多而已 17万5而已 那我觉得他们的整个package的预算 都跑到下面来 就是这个宝格立项水组 因为宝格立项水组 一组大概就是上千元 十组就是上万元这样子 所以他的数量其实非常的少 所以也请大家就是有确定要参加活动 请你先登录 不管是新户旧户 反正先登就对了 就是先抢名额啦 那如何当大户的话 很简单 就是开户上传身份证提写资料就完成了 就是这个样子 那他这边的活动说明 你要特别看一下 就是他有特别的去定义说 新户的话是指活动期间 没有持有本行账户者 包含实体账户跟数位账户 所以这点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严格的限定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已经有永丰的存户 然后是比如说你是有折的 那你就完全不符合这个资格 他要的是一个new new client 就是一个全新户 都没有任何就是永丰账户的人 然后来参加这个活动才符合资格 他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以前有一些是 你只要没有大户数位账户就可以参加的 所以你的资格一定要特别去确认一下说 你到底有没有跟永丰有往来 如果如果如果有往来的话 你真的很想参加一档活动之类的 那请你就是先消互全都消得干干净净净 然后等到明年再来参加活动 那就有可能符合资格 他们现在越来越严格了 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个特别看的 就是他这边有一个写到推荐代码的部分 他应该要写到 第二点当大户数位账户开户申请送出后 推荐人代码栏位数无法调整 删改补充填写 亦无法同时参与其他需该填写栏位的活动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你不论是填官方活动或者是宝可梦的活动 或者是其他任何行销活动或其他KOL的活动 你一定要在开户的时候就要把它写进去了 如果你是空白的栏位事后要补填 从现在开始他们是不给补填的 因为他们的条文里面有写的一清二楚 就是你如果放弃自己的权益 那就是真的放弃了 所以你们如果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记得 就是至少一定要写上官方的 那你才能够参加官方的抽奖 他们这个现在的认定一定是因为之前 就太多人在那边反应说 我要补灯我要补灯 所以后来受不了他们才用这个条文 去做一个直接的规定 你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我这次看到就是 比较detail细节的两点 那你们如果有任何的想法 请你们自己来看这个条文 来做解释 那在这边的话呢 刚刚有讲过了吗 50元基本上人人有奖 所以不用担心 那抽奖的话就是非常看运气 因为越多人 官方的活动越多人参加 你的中奖几率就越低 他也没有什么抽奖机会加码的 这种活动给你 所以那没办法 那别忘了登录我这边有写到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讲到说 你如果钱上bigger 然后跟我们的CTOPIA哪一个比较好 当然是填我们的CTOPIA 因为你填了CTOPIA的话 你可以符合官方的任何活动资格 活动一活动二都有 50块 那个25000元的这个迪勇券抽奖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官方的十组的宝格力相损 也可以抽 那加上本团还会有额外的十组抽奖 也别忘了 如果你是现在行务上车的 一定要来参加我的救护活动 因为你开了户参加完活动之后 你就是救护人 那你也可以来参加我的活动 那你的中奖几率就比别人再多了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这个是重点 那我这边有写到一整串的检任务提示 你就照着流程慢慢走 就不会loss掉了 好这边都写得很清楚了 我不相信你照我这样走 你还看不懂 那就有点太夸张了 好那这边有一个影片 是之前有做这个影片开箱的部分 那我们自己这边 YouTube的朋友应该都看过了 所以就不用再点 好那这边有一些很漂亮的图片 都放在我的Instagram 也欢迎大家来追踪 好 那这个新户的玩法很简单 就是从10月26号起到12月31号来进行上车的朋友 我们会在活动结束的一个月后整理完表单 然后官方会抽出10个得主 然后我会协助公布 就这样子 那接下来重点是我们的救护也有活动 救护都还一样 我们就有个人生金字塔挑战赛 这个很简单就是你从12月21号到1月20号的这一个月 你存多少钱就可以拿到相对应的利息 这个利息往回推就会知道说你的平均余额是多少 所以我很建议你就是有钱就赶快狂放大户 那他一个月会结算一次利息 从这个利息就可以推出说你平均一个月大概存多少 那你想要有最多最多最多的抽奖机会请你存到50万 那如果存不到的话就是以比例就是往下骤减 请你们就是要努力哦 辛苦了 因为这个银行的活动嘛 我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存钱 那你如果把钱拿去做外币或者是做美金投资 那你很可能就钱就会少 所以你必须还要再补更多的钱进去 这是没办法的 那我们救护的部分呢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最多五次的抽奖机会 除此之外 如果你要增加你自己的抽奖机会 很简单 买宝可梦的书就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嘛 就是人家是看在宝可梦的面子上面 所以说才有加码的这个赠品嘛 那现在的话也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支持我 就是我有大家互利共享 你支持我 然后我把我的影响力分享给大家 这样才有可能 就是让整个社群更加繁荣 所以也邀请大家就是多买几本书 然后送给你身边的亲友 你只要拿你自己本身的购买明信 就可以来参加活动 买越多的话出奖机会越高 像之前邮小姐 加入优优班之后 她还一口气买了十本 买十本的话 她现在从三月到现在 她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档活动 每次抽奖都必中 为什么 因为上一档的 我们的大户优优卡 她好像就抽中五次了吧 她那时候是一本书加码五次抽奖机会 所以她有十本书 就加码五十次抽奖机会 所以她基本上至少被我抽中了五次以上 那我都讲说 就是她有一个优优卡 其他就放弃 但现在一样会有活动 就是说 如果你的抽奖次数越高 然后你真的又一直被我抽中 每多抽中一次 我就会再多给你一些小东西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就是 鼓励大家 激励大家一起来 就是参加活动 越活络当然是越好 那再来的话呢 这边有一些三个平台 你都可以在这边做购书 非常简单 那最后的部分的话呢 一样就是 邀请大家就是真的认真来参加活动 那现在有活动就赶快参加 因为明年会不会有活动 不知道会不会在1月1号开始有 不太可能 因为大户的这个流程其实都很慢 所以我们可能一年只会推出三档活动 好像今年的话是推到四档 2月有一次大户小爱 然后4月有证件套 然后后来有一个这个大户游游卡 然后现在有这个我们的宝格力香水 所以这些大概一年算起来 就是只有四档而已 所以一季会有一次 所以明年的话 也许可能只剩下三档之类的 因为他们每次的产品都要 花很多时间去跟上级争取 然后用很多钱砸下去 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那个都会花很多时间 所以这个我们的活动次数就会变少 请你们要把握机会 因为你们虽然说越早 就是你们现在如果跟团 就没有办法参加明年的新户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每一档活动都有救护活动 所以你只要有符合这些资格 有存钱有买书 一直都有很多的抽奖机会 那我这次也会针对就是本团 因为我这边有太多太多大户的一些赠品 但都没有送出去 所以我希望用这次的活动 就是多抽一些名额出来 然后把这些磁铁啊原子笔啊 还有贴纸啊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提带的部分 就是一起送给大家 我这边实在太多了 他们之前就丢了一堆给我 甚至还有去年炙手可热的红包带 我都还有剩哦 因为有一些东西 我当然就要先留着嘛 该给的 说该给的就一定给大家 但是呢 有一些比较多的数量 我都自己偷偷按扣起来 但是我在四机而做加码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认真的参加活动 不论是多存钱多买书都是有机会把这些赠品带回去的 就算拿不到宝格丽香水组 没有关系 我这边还有很多大户的其他赠品 只要认真来参加活动都有机会带回家 好不好 好 所以最后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东西真的很漂亮 那这个东西真的是精品中的精品 那很难得就是台湾有产品居然愿意做到 就是说除了产品的品质好之外 也愿意就是砸钱 然后跟粉丝搬乱 就是搏感情 然后真的做一些很棒的东西来回馈大家 那这是非常棒的啦 那不知道说明年的合作会怎样 我们都拭目以待 也许本团的成效越来越好 我能够拿到越多的奖品 然后就能够办越多更厉害的活动回馈大家 那你们如果有想要什么奖品 或者是希望什么 都请你在下面留言给我 好不好 那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影片 我们的文章 我们的这个照片 其实大户都会看 所以你可以把你最真实的想法写在下面 那他们一定会接收到这个私讯 好不好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个影片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 按赞留言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然后就是别忘了订阅宝可梦的频道 那将来有最新的大户消息 我都会在我的频道跟大家分享哦 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